但這個提案只是要說 FBO面海松從2019年到現在也辦了一段時間了 成功的辦公了幾次 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就很chill 就沒有認真在做事情 但陸續也遇到了一兩位朋友 不認識的國外的朋友 因為看到網站就寫信來問我們說 你們還活著嗎?有在做事嗎? 那我就只好認真的email回答 有有我們有在做事 然後今年會有台南的人命海松 那這就顯示出我們的網站 顯然還是需要再擴充一下 補充一下新的資訊 所以那個 目前的網站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這樣 下面沒有了 這個go並不是會捲到下面的意思 因為就只有這樣 我覺得很爛耶 就會自動轉過來 然後就進到了 就進到了hackmd的共筆 那內容都在這邊 所以就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那我想我們要開始來研究一下 怎麼樣的資訊架構 會比較對陌生的人來講 會比較友善一點 好 所以這就是今天的提案 那歡迎對於 因為海松有就請想要改我們的網站的人 來提議說 你希望他應該有什麼樣的資訊架構 然後應該要放什麼樣的資訊進去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共筆裡面 就在共筆裡面提案 或者是你就在slack上面的intel的channel 敲我們一下 然後告訴我們 你希望網站裡面有什麼 那如果你想要一起跳進來做網站規劃的話 那就更好 好 謝謝大家